原标题,伊朗外交部,叙利亚局势相对稳定后,将全部撤离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西米表示,叙利亚局势相对稳定并在反恐方面取得成功后,德黑兰将减少依据大马士革方面请求派驻的军事顾问或者全部撤出。 卡西米接手泛飞通讯社PANA采访时说,只要叙利亚政府愿意,我们将一直在叙利亚境内驻留。 除了叙政府请求之外,我们重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。当我们感觉到叙利亚接近稳定期反恐接近伟生的时候,我们当然可以减少派驻人员,或者完全撤离。 早前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阿里阿克巴尔维拉亚提表示,伊朗将保持在叙利亚的存在,否则恐怖分子可能再次猖獗活动。 他强调说,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,要求伊朗撤军是不合时宜的,伊朗再续存在与以色列完全无关。 对于伊朗军队在叙利亚境内驻扎,以色列政府多次表示担心。 伊方指出,这威胁到以色列,并仅告称,如果伊朗在以色列边界附近试图加强军力,以色列方面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。 伊朗军队在叙利亚境内驻扎,并仅告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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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伊朗军队在叙利亚境内驻扎,并仅告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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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伊朗军队在叙利亚境内驻扎,并仅告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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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伊朗军队 伊朗军队 伊朗军土 伊朗军队 伊朗军队 伊朗军奥と坐下 伊朗军队 黄葛 伊朗军よri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